如果说一台笔记本 它结合了4K120Hz高刷屏 库入i9-12900HX处理器 以及RTX3080Ti显卡 外加64GB的双通道内存 那么我们一般把这样的笔记本称之为笨怪 是的 你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目前应用最强CPU和显卡组合的游戏本 微星TITAN777 作为一台售价高达34,999元的笔记本 其所用的航母机性能完全可以说是毋庸置疑 但它仅仅有性能就足够了吗 答案当然是不 所以在今天 超级个就为大家带来了 微星TITAN777的全面测评 让大家看看 在TITAN的神秘面纱下 它究竟是如何发挥的 其实作为微星的旗舰游戏本系列 TITAN777所追求的 一直都是极限性能和超强散热 并会在各个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对了 而这种不差钱的理念 在2022年的TITAN GT77上 同样是得到了全面保留 首先在外观上 TITAN GT77长397毫米 宽330毫米 高33毫米 整机重量3.3千克 属于游戏本中较有分量的那一类 所以变形二字就不怎么沾边了 但机身最薄之处 确实做到了223毫米 相比传统的肌肉游戏本 这样的厚度也算是做到了最佳油画 R7AC两面 则而采用了金属材质的哑光磨砂工艺 边缘倒角以而进行了圆润处理 让整机的质感相比前代有了不少的提升 而对于喜欢RGB氛围灯的用户来说 这次的TITAN GT777也是一步到位 其中专属的龙盾logo 配备的樱桃机械键盘 尾部和底部的GT截液灯条 均是做到了灯效同步 至于TITAN GT77的接口部分 大多是分布在了机身的左右两侧 且均为全接口设计 那聊完了整机外观 再来看看TITAN GT777的本怪之处 首先是CPU方面 其搭载了目前移动端顶级的 12代Core i9-12900HX处理器 采用了最新的英特尔7制程工艺 并拥有了全新的易构设计 由8个P核和8个E核构成 共计16核心224线程 同时也具备了30招臂的智能缓存 然而其的最高锐频达到了5.0GHz 最大功耗也来到了157W 如果要与目前的桌面CPU相比较的话 这颗i9-12900HX的规格 已经领先了i7-12700K 同时也几乎能与i9-12900K相媲美 这样就能够确保游戏性能 发挥出顶级水平 接着是显卡方面 微星TITAN GT77搭载了全新的 NVIDIA GeForce RTX 3080T移动显卡 也有96组光纤单元和7424个扩大核心 并配备了16GB 位宽为256bit的GDDR6显存 功耗可达175W 而为了使其性能满血释放 微星TITAN GT77也配备了独显输出模式 再搭配微星超增压模式的可超频技术 亦可在不牺牲频率或稳定线的情况下 让CPU和GPU的总功耗达到250W 以此让性能发挥到机制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需要充足的供电和悠久的散热 先说供电 太坦GT77所配备的电源适配器输出规格为1.95V 16.9A 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支持329.55W的全功率输出 这样一来应对移动端i9-12900HX4和RTX3080T完全是不成问题 但就是适配器的这个外观嘛 体型庞大 宛如板砖一样 不准备一个背包确实是不便于携带 而在散热方面 拆开笔记本可以发现 太坦GT77采用了专属的太坦极含散热系统 拥有4个无双风扇加了6出风口加7热管的超豪华设计 而配备的相变式散热片也让其面积几乎占就了整个空间的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 整个散热模块相对靠后 避免了性能全开时 笔记本在像暖手宝一样温暖胸掌 至于存储方面 太坦GT77配备了双通道的64GBDDR5内存 频率为4800MHz 并支持最大扩展至128GB 但通过后台发现 内存的实际运行频率仅为4000MHz 这里了解到是由于英特尔芯片设计的缘故 DDR5内存为4插槽时 插上两条内存 最大频率将会限制成4000MHz 而插上4条内存的话 最大频率则会限制成3600MHz 但通过实测来看 此时内存的读写速度分别为 62568张每秒和60141张每秒 延迟为93.1纳秒 表现算是DDR5内存中的中等水平 而硬盘方面则是选取了NVMe协议PCIe 4.0固态 具体型号为三星PM9A1 2TB 实测的读取速度为6704张每秒 协议速度为4924张每秒 成绩相当不错 除此之外 泰坦GT77还可以说是拓展之王 共计预留了4个M2接口 其中之一还支持了PCIe 5.0协议 直接是做到了战未来的能力 然而最终不同的是 微星泰坦GT77还配备了一块17.3英寸的4K IPS右月屏 分辨率可达3840×2160 并具备了120赫兹的超高刷新率 要知道目前单就4K120赫兹的显示器 售价也已经在3000元网上了 看来为了秀机又有泰坦微星GT77 还真的是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 这块屏幕还搭载了Ture Color技术 又有100%DCI-P3广色域 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看视频 整体的观感都算是不错 那说了这么多 下面就来看看这台性能怪兽究竟有多强 首先是针对i9 12900HX的单考测试 单考FPU20分钟后 CPU的平均温度为94度 最大温度为96度 其中P核频率3.69GHz E核频率3.09GHz CPU最高功耗178W 平均功耗122W 而最后的单考GPU RTX3080T平均温度67度 最高温度69度 平均频率1590MHz 功耗为175W 接着是针对CPU和GPU的双考测试 用FreeMark以及AIDA64 通过20分钟的双考 GPU的温度大致处在了72度 CPU的温度大致处在了70度 同时整体功耗为75W加175W 总计250W 能有这样的表现几乎都可以媲美桌面端了 然后是针对于CPU的具体性能测试 在Cinebench R20的测试中 Intel的这颗i9-12900HX 多核得分为8828CB 单核得分为744CB 相比上一代i9-11900H 多核性能提升了59% 单核性能提升了22% 而在Cinebench R23的测试中 i9-12900HX的多线程得分和单线程得分 分别来到了23169分和1935分 而这也是我们目前测试过的移动端 多线程首次突破20000大关的处理器 同时这样的性能也几乎做到了 与桌面端i7-12700K不相上下的水平 而针对显卡性能的3DMark测试 这款RTX3080Ti在Time Spy中的最终得分为13631分 相比RTX3070直接是提升了18% 相比RTX3070Ti提升了10% 但这并未算完 打开MSRCenter软件 在拉个200MHz的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后 这时的跑分直接来到了14304分 基本算是达到了目前移动端显卡理论跑分的天花板 那看完了理论性能测试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运行游戏的实际情况 首先是对于网游方面 在绝地求生4K三极致的特效下 平均帧数已经来到了180帧 算是相当流畅了 但如果你嫌帧数不够电竞的话 直接降一档分辨率 帧数便会直达230帧以上 而在SXGO4K高特效下 平均帧数则来到了远超电竞标准的300帧 所以即便是电竞高手 这样的帧数也也是完全够用了 接着是大型3A游戏 在荒野戴贝克92的4K全特效中 平均帧数能够达到55帧 基本能够流畅游玩 而在打开DLSS性能模式后 帧数则会进一步来到77帧 在古墓丽暗影的4K最高画质下 平均帧数也能够达到70帧 但如果愿意调低分辨率的话 帧数同样会直逼电竞级的125帧 然而面对赛博朋克2077的4K最高特效 平均帧数也是直接来到了42帧 这样的表现对移动端的RTX3080来说 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 但如果打开DLSS或者是乔机一档特效 那么还是可以在60帧之上来游玩的 当然最直接的办法还是降低分辨率 那视频的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 作为2022年的重磅力作 Titan GT77无论是在功能拓展还是性能发挥上 其实都是满足了顶级玩家们的需求 虽然售价高达34999元 但其集合了4K120Hz高刷屏 最顶级的酷睿i912900HX处理器 以及RTX3080Ti显卡 也的确是把性能怪兽这个词做到了完美诠释 而作为重要的就是其足以和同能水平台日记相媲美的性能 算得上是同类型产品中独挡一面的存在 而如果要说推荐的话 那么这台笔记本更适合那些预算充足 并追求完美便携体验的用户 毕竟34999元的价格 也确实可以装一台还算不错的主机了 所以是你两者之间会做出何种选择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目上留言哦 那以上就是本次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火热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